我覺得倒沒有需要跟我個人做解釋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要跟整個社會解釋 那不管他的動機他的目的是什麼 台灣是個法治社會 任何自導資源都不應該 那錯就是錯誤 那我覺得認真地回來面對司法 然後跟台灣社會解釋 才是他應該做的事情 誇張 有 我滿錯的 所以 但是因為那畢竟只是媒體的報索 那我比較謹慎一點 所以我就傳訊息問他 既然他承認那個是真的 那而且那是在我的直播平台上面發生的 所以我覺得我有必要在第一時間 就把事情都解釋 昨天晚上我的同仁傳那個新聞給我的時候 我看得很驚訝 那我就傳訊息問了兩位 那他只簡單地回答我說是真的 那既然 雖然我事前不知情 但是他既然是在我的直播上 提出這樣子的控訴 那也因此間接地造成社會的紛擾 所以我昨天在第一時間 就表達了我的歉意 我覺得倒沒有需要跟我個人做解釋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要跟整個社會解釋 那不管他的動機他的目的是什麼 台灣是個法治社會 那任何自導自演都不應該 那錯就是錯 那我覺得認真地回來面對施法 那跟台灣社會解釋 才是他應該做的事情 OK